這是要摸起來嗎 就是說這樣吃會睡不著 吃什麼呢 睡不著 這個是雞肉沙拉 這個是全麥麵包 睡前吃哪一個 會睡不著 來 看看KOW的喔 我選A 吃雞肉沙拉 我每次晚上吃 前輸雞之後 就很難入睡 整個晚上肚子脹脹的 隔天早上起來很累 感覺沒有睡飽 後來看到新聞說 吃鹹酥雞 又睡不著 所以我覺得吃雞肉沙拉 也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晚上喝奶茶 吃布丁 這種軟軟的 好消化的 就比較不會翻來覆去 很難睡 我選的是B 因為我覺得睡覺前吃全麥麵包 麵包的話感覺會在胃裡面 就是產生一些膨脹的效果 然後呢 如果你吃了麵包之後 覺得口乾舌燥 然後你要去喝水的話 那去睡覺的時候躺下來感覺 胃酸就會整個趕快要衝出來 所以我覺得睡前 我如果吃這個東西 我一定會受不了 那當然是選B啊 全麥麵包啊 好 雞肉沙拉跟全麥麵包 A還是B 請舉牌 因為我高興啊 草爺又跟人家不一樣 對啊 真的耶 我覺得是麵包 因為麵包其實在你晚上 它本來就是一個 不消化的東西 像我們這種又容易會胃酸 胃食到膩膩的人 那你在晚上要睡覺前 你把這些這種澱粉的東西 放到胃裡面 就像他剛剛講 在喝點水 它整個在胃裡面 就泡了水 就整個膨脹 那你想想看 當你胃不舒服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會睡得好 不只這個全麥麵包啊 一般圖是麵包 對 任何麵包 我睡前三十分鐘吃兩塊 睡到半夜差不多兩點鐘左右 那種會吃到膩膩的感覺 真的很不好 今天把它看得好好的 啊 另一般沒有 那名字在音 醫師都講得沒錯吧 沒錯 那好了啦 被自己嚇醒 我好恨自己喔 而且那個喉嚨那個酸喔 是以咳 咳十幾二十次喔 咳不掉的 我也是選B 因為我覺得呢 B它剛剛我們第一題 有說到那個 麥的話 它就是很容易讓你脹氣嘛 然後而且那個全麥麵包 它又是 精緻的電池 精... 電池 電粉食物 簡稱電池 精緻 電粉 然後那個雞肉沙拉 它雞肉是圓形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是那個B的部分 好 那草爺你又跟人家不一樣 草爺你又跟人家不一樣 對 我這個是用三去法 所以我跟他們見解不一樣 因為這個麵包喔 它是屬於這種 精緻澱粉嘛 對不對 那精緻澱粉的情況下 它就是 碳水 碳水又代表糖分 你吃下去人家說 血糖上升就想睡覺 吃這個就很容易睡著 睡不著 哎唷 三去法 所以絕對 會睡不著 我有一次是吃太脹了 然後就去躺 不舒服 後來趕快起來做那個 台大教授蔡碧銘老師的這個氣功 只有一招而已 然後呢 就舒服了 然後就可以好好的睡 怎麼那麼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你深呼吸 你躺著都可以坐喔 你深呼吸 然後呢 你覺得吸到不能再吸的時候呢 你慢慢的吐掉 然後你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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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氣的時候 然後你那個肚子要往那個 感覺要前胸要貼後背有沒有 貼著 貼著 憋 憋 憋 你可能一開始只能憋到15 它標準要憋到20 然後再慢慢的再吸回來這樣子 好 我們來試著做一次 現在吸 一起來 好 慢慢吐囉 吐 1 2 3 4 5 6 7 有人已經沒吸也沒關係 10 11 12 縮 盡量肚子往裡面縮 10 5 好 吸 他有呼吸 有沒有 有 你這個喔 你現在沒有感覺 當你吃太脹 或者你那個 那種不舒服的感覺的時候 有沒有 你這樣子做個兩次 就會緩解很多 尤其是肚子痛的 對 美人姐說這是對的 因為這次就是 因為在吐氣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會上升 是 所以整個 來 蕭醫師 您的答案是A還是B 他又答對了 好嚴重 好酷喔 好酷喔 不在頭頭 草爺 你不要跟他傻傻的 對 誰說他傻傻的 有因就有因就 你這三句法可以嗎 你怎麼判斷出他傻傻的 就是 老是老是 這樣啦 就人大帶狗大笨啦 對 對 對 他講得還滿有道理的 不管是A或B 你只要吃太多都不好睡 所以還是要適量 但是這兩個來比的話 A會比B要難消化 腸胃科醫師常講 碳水化合物 就是B那個碳水化合物 我們從胃要離開 到小腸的時間 大概 兩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但是蛋白質的話 就要 三到五個小時 喔 比較長 對 但是脂肪的話 要四到六小時 更久 所以這裡剛好 B就是碳水化合物 而A呢 就是蛋白質跟脂肪 因為沙拉你會放 沙拉醬 會放油 所以它A來說的話 消化會比較慢 再來是蛋白質 它在消化的過程 會用掉很多水 要把它水解掉 那水解掉的話 變成你會口渴 所以各位有吃牛排的經驗嗎 你講很晚才吃 你整個晚上口乾舌燥 對 你會完全沒辦法睡覺 然後喝水之後呢 又要起來尿尿 對 沒錯 所以說 你在睡前還吃這麼高蛋白的東西 高油脂的東西 會讓你的胃很不好消化 以至於比較難睡著 喔 OK 哇 沒想到 給草爺答對了 是 A才是正解 是 選B的 請 來 哇 好可愛 亮亮亮 這樣沒有準備分過 我好像是夢中 我這個都用完了 對 我覺得睡眠 其實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到我們這個年紀 人家說當你睡得好的時候 其實你到這個年紀 你就會少花一點醫美的錢 因為睡眠好 其實會反映在你的皮膚上 那我基本上是一個 不大會失眠的人 可是因為前幾年 因為女兒那時候 要申請國外的學校 然後又碰到剛好疫情 那我們家是 所有大大小的事情 都是我在負責 我老公是 基本上是不參與孩子的 很多事情的 他只參與木頭的事情 他只參與木頭跟樹的成長 對 孩子的成長 他會覺得有媽媽 整天爆樹幹 所以那時候 你會在森林學校的時候 又碰到疫情的時候 我就變成說我就 然後我又要工作 我就變成說 我每天為了他的事情 我就會很操心 我就整個晚上 完全睡不著覺 很多煩惱 很憂鬱 又睡不著覺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皮膚狀況 就會很差 那如果你旁邊的那個男人 他又會繼續在打呼 然後他又會不時的跟你說 孩子大了 你要放下 對 講這種屁話的時候 你知道媽媽 媽媽怎麼可能放得下呢 那一陣子將近 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我就整個狀況 早上起來就是很糟 然後後來去 那個朋友就想說 你要不要出來喝下午茶 然後他們就看到我的時候 就說 你為什麼最近這麼糟的狀況 我說 我就跟他講孩子的事情 他說 你要不要嘗試 來一個不一樣的 我說什麼東西 他說可以讓你整個情緒 甚至讓你晚上 比較好入眠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要來介紹給大家 來 這一個 C235酸菌 我是大概在晚餐的 晚餐跟睡眠的中間 我每天會吃兩顆 嚇死我 我想說 靠腰一次吃下去 你還用你的心 我本來一般我們都是打開 然後整個喝 還好你有講 他本來要倒進去了 我要特別講 因為它很好吃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多吃 但其實多吃是沒有意義 沒有幫助的 你會發現你吃了它之後 你整個就是壓力 壓力是整個被釋放出來的 那我現在吃 我會不會等一下就睡著了 因為它不是安眠一樣 好 好 乳酸菌不是對腸胃嗎 為什麼會對這個情緒有幫助 其實我們在講醫生菌 它有四大功能 絕對不是只有腸胃 那腸胃當然是第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個它跟神經 跟免疫系統有關係 對不對 免疫系統 因為那個我們很多免疫系統 百分之七十部件在腸道 好像免疫有關係 第三個跟代謝有關 還有第四個 它跟神經系統有關的 這第四個大家比較難想像 但是各位知道嗎 我們的腸子裡面 部件有1億顆的神經細胞 1億顆 所以我們的腸子裡面的這些神經 會跟我們腦部的神經 互相有溝通 對 腸腦是共通的 沒錯 沒錯 這就一般講的 軸心 軸線的軸 對 軸線的軸 這個古人早就講過了 對 老祖宗2000年前就知道了 再來 我們想不出東西的時候 應該是騷腦對不對 可是我們的稱謂叫 要搜索哭腸 搜索 為什麼要搜索哭腸 對不對 對啊 還有我們也想不出來 還有一個什麼 腸哭絲絕 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腦跟腸痣 是痛啊 如果我們情緒不好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腸胃那種 會 你絕對有壓力的時候 那你腸胃會受影響 你可能會 拉肚子可能會變美 對 所以考試 人家考試的時候 怎麼會拉肚子 每一年連考都有人 肚子痛要去上廁所 結果那一顆就零分 壓力太大引導 這樣影響腸胃 反過來 你腸胃不好的時候 人也會覺得很鬱髒 就是很不舒適 絕大部分的人 其實長期那個壓力 包括常常外食的 所以剛剛醫生有講 整個腸道 整個壓力 整個心情 你真的會影響 那其實也有 那一段時間也有人建議我說 你可以吃個那種 肌肉鬆弛劑 或者是安眠藥 可是你知道我周邊 也是有一些朋友吃了安眠藥之後 半夜他們會起來做一些事情 是他不知道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死胎頭的那一款 對 我就覺得乳酸菌 它就是一個 對身體很好的東西 那我吃了一個多月之後 其實我真的很 很明顯地感受到 我整個心情情緒 就晚安塌下去那一刻的時候 我是整個放鬆的 它是日本乳酸菌大廠出的 而且是有專利的菌種 有 有 我已經看到這個了 還有胎頭的 它是大品牌 因為我們現在吃進去的東西 你總是對品牌跟它的內容物 你要知道嗎 對 然後我吃了那一陣子之後 我就真的 然後我旁邊的老王又講話囉 他不知道我在吃 他就說 其實我是吃C23 讓我自己就是熬過了那一段 就是整個身體壓力緊繃 對 因為我看到這邊寫C23 那蕭醫師C23是一種菌嗎 C23它全名叫 是一種菌株 那這個菌株他做過一個研究 我們特別提一下是 2017年日本的學者 他做了一個研究 他很好玩 他找一群壓力很大的人 哪一種人 他找了69個醫學系六年級 三個月後要考國考的 醫學系學生 這個壓力夠大了 對 他把這群學生分成兩組 一組吃真正的C23 第二組吃到安慰劑 那來看看說 他們對睡眠可能有什麼影響 那這個 那剛開始吃的時候 你看喔 這是食用前 開始吃的時候 這個實現跟虛現 就實驗組跟對照組 因為這個 事實上吃到安慰劑有安慰效應 這個安慰劑效應 好 可是到了真正的 到了12週 也是考前兩週的時候 我們看 吃到真正的C23這組 就比吃到假的 就是那個安慰劑這組 它熟稅的比例 就統計上有顯著的 明顯的上升 所以由這邊 他的老師又去看 說為什麼會這樣 他去測這些學生的口水 他發覺說 吃到C23這一組的口水 他的腎上腺素比較低 所以他的壓力是真的是 壓力比較降低 對 所以假設說 就像皓然剛剛講的說 我們怕說吃某一些 阿棉藥 可能會成癮 可能會夢遊 怕的話 然後又剛剛開始的 睡眠不好 或許可以考慮 像C23這一類乳酸菌 可以試試看 那我覺得應該 家長要買給小孩 因為那個 要考試的時候 對 升學壓力 有升學壓力的話 對不對 對 可以 多少幫忙一下 不然你說 你一直跟他講說 你放輕鬆 真的沒有辦法 對啊 對不對 無形的壓力 無形的壓力 OK 所以鼓勵是 要考試的小孩 對不對 要升等的 對不對 這個可以推薦給大家 是 而且一天只能吃兩顆 對 然後網路就可以購買了 好 OK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